好,我们在今天呢,我们特别加入韩梅林韩老师 那么他目前在宝中国小任职 在宝中天主堂重新要开教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韩老师加入了这个行列 从开始,重新整理开始 所以我请教一下韩老师 你一定不是第一次看到宝中天主堂 对 你是在这边的在地人吗 不是 所以你是嫁到这边来 嫁到这里来 好,那么我想请教你一下 因为你是一位教友 你嫁到这里来的时候 这里就是 已经关门了 已经关门了 那么看到他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什么 那时候我刚过来的时候 看到教堂,没有教堂 我第一个印象是说 我只有想说我要到哪里去望弥撒 我只有这样的想法 那这真的是天主引路啦 我记得我那时候过来的时候啊 我就想说我要到哪里去 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就从走路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个 就是一个药房 他的药房名字叫洛瑟 我就想说 他一定跟教会有关系 我就进去问 那他就跟我讲说 他也是教友 所以他就到述我说 我就问他说 你在哪里望弥撒 他说他到东市 东市那个教堂 也是现在 目前方废掉的那个教堂 然后我就说好 那我就跟他约时间 你要去的时候 我就出来跟你一起去 对 那时候还蛮快乐 就是说至少我有个教堂可以去 对 后来那边没有了 我就 我参号称我自己是流浪教友啦 我北港 土库 虎尾 还有斗六 然后当然这些堂区都不是常常去 我最常去的是说 我利用回娘家去望弥撒 所以你娘家在 我娘家在那边 我做了两件事情 我回布袋之后 我一定去望弥撒 然后顺便回家嘛 这是两件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 我不会在这边 我找不到教堂可以去啊 不是朋友 就是比较不方便去 有时候我们一忙的时候啊 那他晚上的时间 或者白天的时间 又要配合小孩子 所以那时候还蛮高兴的 对 蛮快乐可以回娘家 对 所以孩子也是教友 对孩子是教友 好 然后什么时候你发现 这里的门推开了 其实我只发现说 好像有人整理过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门 另外有个虎尾教友 庄先生 庄兄弟 他打电话告诉我说 你是在地人 你在地人 你还不来 人家都要经历啊 然后呢 我一直想听一听 是 然后我赶快想说 你们什么时候到 我就赶快过来 对 所以你第一次加入 整理的行列 离现在有多久 第一次啊 今年的四月份 对 我第一次那时候过来 他们大概是 之前已经有先前的工作啦 但我不知道 你进来的时候 这个教堂是什么样子 进来的时候 教堂那边还是刚说的 鸽子还是全部 那三个还没有整理的 都还没有 都还没有动 只是在外面 大家在除草 挖 挖这个 挖那个 然后还有几个年轻的 那些青少年 在那边游戏 我们游戏过了 现在还是没有 大概没有刷吧 对 那可能还要再整理 所以那个时候 是你的印象 没有印象更早之前的啦 对 因为这边 杂草杂很多啊 刚刚我们众兄弟说的 说 他们要来除这些草 也费了好多的功夫 好 我知道因为你有孩子 所以带着孩子回娘家 原本还蛮和乐的 那么要加入 这个教堂的整理行列 为你来讲 是学校的工作 家里的家务之外 还要来做这件事情 有什么样的困扰吗 真好 我告诉你 那个要说感谢天主 我的小孩子 今年最小的读大一 所以他们已经都不在家了 那你看 我的工作是从现在开始要做 对 所以你看天主多照顾我 他没有让我忙这里又忙那里 他是让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对 好 我们知道呢 在宝宗这个地方 就如同刚才廖特主提到的 就是可能要从善会 他们在这里的聚会开始 我想请教一下 在地有多少教友呢 就你现在找得到的教友 目前我可以找得到 大概加上我们家三个 大概原则上呢 大概包括附近园长 大概可以找得到十个左右 但那一天我们 9月18号那一天 先试了一次我们弥撒的情形 那目前另外那个三位教友 还没有出现 但我正在努力当中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现在走进圣堂 看到圣堂的座位啊 大概有四五十个 如果我要坐下去的话 大概有四五十个 这是你的目标吗 如果天主 有这个意愿 如果也可以资助我的话 我也愿意去做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韩老师 我们知道一个圣殿的推动 当然很重要的是 教友本身 对天主的这种向心力 或者是依靠 跟我们谈一下 你为什么会加入天主教会 这个说来还真的有一段很长 又一篇很大的故事 我简单的说 我是小时候跟着大家一起在圈圈 就是在圈圈里面 大家一起去的那个 对 然后呢 大概在国中的时候 我们搬了家 我们搬了家之后 离教堂比较远 一开始我们还有个传教士 开娃娃车带我们 但传教士 搬家了 我们也没了 然后一直到国中高中 也都没有进过教堂 我这一段时间是空的 一直到有 我又回 我已经在工作了 然后我想说 我太久太久没有进教堂了 我就利用一个放假的时间 然后我到布袋教堂去 到教堂去呢 一个满神父 满神是一个外国神父 然后呢 他就问我说 你是教友吗 你从哪里来 然后我就跟他讲 然后他 当然啦 外国神父个性都比较 比较怎么讲 应该说 比较刚直那种的 他就说 你身为教友 怎么可以不来 明天就来 他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的口气 然后我也 乖乖的 我就真的来了 然后他就叫我办告解 重新来 然后带引我 然后又 重新 重新 然后 一步一步的跟着他走 他到哪里 我必须要跟着他到哪里 只要他出门 我就要出门 我是这样子 更进一步的去认识 我们的教堂 我们的天主 结婚以后 孩子也成为教友了 对 所以现在呢 你和孩子有一个 离家最近 因为你家走到这里 大概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是 离家非常近的教堂 对 逐渐的 因为在这一代的教友 不是太多的情况下 可能很多工作呢 就成为你自己 要去承担的使命 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下 你对这个宝宗天主堂 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你有什么样的计划 期待在这里落实的 我看到我们这个教堂 这样子整理出来 那那时候特殊告诉我说 我们现在的预计就是一个月有一次的弥撒 我心里就在想 一个月一次的弥撒 我们还是带不动我们整个包纵箱的市民 那我就开始在盘算 因为我自己在国小教台语 乡土课 那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我不管用什么方式 我就是说 我的计划里面 第一 我先征求特殊的允许 我就说 我一定要有人进来动 所以我手边有一个太极拳班 我本来是借在那个国小的那个活动中心 然后特殊答应我之后呢 我就把我们的整个班 虽然不是很多人 那我就挪过来这里 对 这是已经开始实行的上个礼拜第一次 那第二个动作就是说 我打算从我的学生 我的小朋友 我已经有这样子的盘算 就是说 我也不要说 你来给我信告啦 我不要 我要让他先认识 有这个教堂 有这个堂区 那我有跟斗六一个教友 我有跟他联络过 然后他 他也答应我只要我们允许 然后我请他过来 帮我带这些青少年一些团康活动 然后让他认识我们的堂区 这是我第二个计划 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信仰是一个自愿的问题 如果去逼那就不叫信仰 所以我希望说从他们自愿 从他们认识我们有这样这么好的人 然后带领他们走进来 这是我的计划 第二个计划 那我更希望就是说 除了社区能够安定 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 很多小朋友告诉我说 放暑假 每天玩电脑 看电视还是很无聊 那如果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有一个人引导他们 不是只有玩电脑 看电视 然后 有一个带你走一个正常的路 至少我们的青少年 是往好地走 我要让他们看到 我们的教堂是这样子在走 这是我慢慢的一步一步正准备的活动跟计划 这是第二个 我已经有在做 这是我在做的 第三个我们也有一个教友 就是在胡伟 秘书长 他本身自己会吉他 但这个招生比较有一点困难 但是我还是在做 广告贴纸 广告单我已经都设计好了 那现在就是如果有人 有人我就开 对 那我希望就是说我们的教堂 希望从一些活动 开始慢慢成长起来 茁壮起来 这是我未来的计划 我们看到韩老师 可以说是尽心尽力 当然他也希望这个地方呢 成为宝宗乡民共同的家 能够常常在这个地方呢 不但是活动 而且跟生活跟信仰 都能够结合在一起 那么我也想请问一下特助 就是嘉义教区对宝宗天主堂的计划是什么 教区的部分刚刚提到 其实目前嘉义教区的状况 神子仍然还是相当的缺乏 所以主教一直 虽然一直很用心的要去让这些闲置的地方 能够活化 但是有时候也好像心有以力不足 所以我们当然他也很希望我能够帮他分担一些工作 像宝宗这一块 这个区块他就很放心的交托给我 所以现在我是 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我跟他报备以后 他都相当的支持 像早上我也跟他报告说 下午我们电台要来这边专访等等 他都一直很支持我们这边的推动的各项工作 而且他在8月8号 曾经专程来这边查看了以后 他也相当的满意 他说可能这个地方他计划在不久的将来 或许是明年 因为现在我们有跟要换小兄弟会那边申请 三位大修士到 最近就会送到辅大申先会读 当然他们已经在越南那边已经完成 所有的神学教育都完成了 但是只是越南那边的政府不给他们进度 所以他们三位过来以后 可能如果顺利的话明后年进度以后 他就会把这些重心放在沿海这个地方 因为刚刚韩老师也有提到说 这边的临近还有一个东四天子堂 那个东四天子堂是 大概是应该是保中的六倍大吧 那个腹地相当的大 一公项多 所以后来我们可能这边会先 给神父住在 进入在这边 然后监管沿海这个区块 其实这些 这些 整个的要怎么计划在主教的 可能他都有很详细的在计划 我们要让如果让沿海这些 包括益族布袋还有束缚台西这边 整个沿海这些 真的目前浮船情况不是很理想的地区 我们希望能够一一的让它 重新复苏起来 这个是教育这方面的长眼的计划 是 你还有什么想到 兄弟有没有想到要什么 你有没有什么疑问要问 特殊要不要呼吁一下 对对 特殊可以做两个呼吁 一个是 这附近其他的堂 共同来 包括圣母君 基督活力 共同进入 另外一个 就是你可不可以呼吁全省的教友 看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都不是靠 靠哪一个 好 我们看到嘉义教区 对保宗天主堂有一系列的计划 在整个保宗天主堂 从新在复活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在附近的教堂 甚至整个嘉义教区的散会团体 都全新的投入 我记得在九月份的第一次弥撒当中 有一百多个人 来到了这个教堂 等于挤爆了这个教堂 这可能是保宗天主堂 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 第一次 所以是不是也请特殊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这附近的教堂 未来怎么样来支援这个教堂 其实在大概一年前 我们开始着手整理保宗天主堂的时候 我曾经去探寻几个临近的堂区 包括堂区的神府 去问嘉义说 我去跟主教建立这个保宗天主堂 让你监管好不好 其实临近的神府他都不敢 他都不愿意 因为包括神府 包括当地的传写的主席 他们都不愿意 因为会担心说 我有这个能力去做吗 所以我跟中弟兄 后来我们研究了结果说 要把这个一个这么 好像一个烫手的山里 丢给某一个人某一个人都怕 说实在这个也是很实际的问题 所以我们后来想说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倒不止去 去跟临近这个地理位置 去这个 保宗的临近几个乡镇的圣堂 我们去联系一下 跟神后沟通一下 后来这样大家好像说 好像比较有 不是你自己一个去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后来我们就找到 临近的福伟天主堂 土库天主堂 还有伦卑天主堂 三个天主 三个临近的三个圣堂 共同来认良这个保宗天主堂 然后另外我去找 圣母亲引领的七团 还有一个基督佛力嘉义分会 就是五个单位共同来认良这个 保宗天主堂 然后由这五个教友主书也好 唐区也好的负责人的 唐区的主席 或者是圣母亲的区团长 然后由他们出来 然后我再跟主教 包括在征召一两位在地的 然后我们组成一个管理委员会 就是这个夸唐区的 以主务为主的 他单纯唐区的主题就是 保宗的管理委员的成员 然后这样 发觉这样算还算 那个功效慢慢慢慢就出来了 然后就 大家像我们在 现在在 在印作的方面 我们比方说 我们为了让这个地方能够 经常看到有人在关心 所以我们就把任务做一个分工 就是说 这个礼拜是你基督佛力要负责任的 下个礼拜是你圣母亲的 下个礼拜是你土顾天主堂的 哪一个礼拜是服务的 所以我们做一个分工 大家也 也不会感觉到很累 而且大家非常乐意 所以我发觉 这个方式好像 看到了成果 其实呢 在我们每一个 其实呢 看到保宗天主堂重新复活 让我们觉得 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圣招不够 我们或许常常觉得 我们的教友头发都是白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复活的力量 所以我也想请 廖弟兄是不是从这个经验告诉我们 其他的教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机会呢 其实我也经常到别的教区去 发觉说在台湾整个台湾地区 可能跟保宗一样的状况的圣堂或者是教会的机构真的是不少 这个低点 这个是很限制的一个状况 是不少 然后我们又看到说很多 关心教会的教友朋友 经常会去 看到这种状况就去 刚刚提到就去 会去批评 主教怎么可以放任这个堂记变成方会呢 这个神路怎么样呢 但是到目前为止比较少看到有人 愿意就非常主动的站出来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保宗天主长也许可以给其他的堂记或者教区一个示范的作用 就是说其实教友的力量是无限的 我经常开玩笑跟我们教区的一些教友说 你不要什么事情就说主教公主主教公主怎么样 其实主教公主只是一个主教 还有两三个在那边办事的小姐而已 其实略是一个空空的一个机构 不是很大很大的 你说这些事情要他们做怎么可能呢 其实我们教友能够主动出来那个力量才是无穷的 所以我想保宗天主长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 虽然现在离完全成功还很遥远 但是初步已经看到一个一个初步的成果出来 初步的成果出来 所以我们想可以提供给其他各个地区的兄弟姐妹做一个参考